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左侧的单速揭发区的我三个比较喜欢用的常见揭发假动作 第一个是假推增放 那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记住你上网的时候拍头一定要力气 然后启动速度和你的眼神一定要果断坚持 重心要往前冲的快 就是你的拍子和你的身体都会给这种一种 你要发力去推扑压抢攻的错觉 然后冲上去之后顺势借着球过来的角度去把拍面放平 把这个球轻轻的触过去 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假推增放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的要力一定是你推的那个启动 那个拍子以及你的身体还有你的眼神 一定要逼增就感觉你像湿了对方一样 快速度冲上去之后 然后进行一个顺势的拍面的正拍放往 那中间五号去的小球 这个是一个假挑增放 通常当我们把拍子落到下位的时候 我们的引拍动作拉得长 一定会给对方传来一个讯号 我可能要挑球了 要起球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个第二点的一个大引拍 其实这个是迷惑对方 我们要去引拍挑球的一个信号 也是为了让对方能够知道 我们这个球往下拉了 点点第一 肯定是要挑球了 我偏步 我在下守卫 来一个放往 那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那第三个也是假放真推 因为球比较外角 通常放往外角的人呢 他都会往前进一步 那我们去推后场的时候 也是要记住 放弃第一点 放弃第二点 去在你的第三点去挑 如果你厉害 你可以放下第四点 总之你拍子拿出去 你抢高点之后 最高的那个点 往下每一个球头 都是一个技巧点 有的人抢第一点 甚至在地板上去做动作 这种记住手段好 细腻的人也很多 但是各位正常的羽毛爱好者 去做抢高点的假动作的时候 做一次变相就足够了 不要去做两次三次 那高手像皮特盖德 他们这种做两三次假动作的 那太常见了 那我建议大家 不管是单速还是双路区的 往前假动作 最多做一次落位的动作 就是我在第一点 我不接 做一个假动作 去骗别人 然后在第二点 进行出球 这个其实效果 会非常好的 还是那句话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做假动作 一晚上一个都没过 没关系 明天晚上过了一个 那这个快乐 带给你是很长久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三只锤子一板 就在今天晚上送出了 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后台回复 活动预热 既可以参加 那么在明天 就是我们的国庆 10月1号 我将在这里 再给大家送 十只我们的顶级球牌 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截图 扫我 加我 成为我的点赞之交 任何时候 我都是你们的朋友 球友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更多内容 给大家带来实质上的羽毛和进步 马上11了 提醒大家国庆快乐 休息的时候 就是我们和别人拉开差距的时候